开奥迪的就是豪横 这司机晚上跑山路 看到路上有棵树拦路 偏不踩油门停车 非要打一把方向过去 结果车子直接撞上旁边的石头失控 一头扎到了石壁上 离奇的是就是碰了一下 车子瞬间发生爆炸 看着车子烧得十分彻底 附近有个男人骑着摩托离开 次日这处山上被交警拉起了警戒线 刑警队也接到消息 派警员盛南和小张过来调查现场 因为车子烧得太厉害 司机已经完全被烧焦 盛南在副驾驶上找到一个酒瓶 从现场情况来看 这起事故像是酒后驾车遇到路障导致 可盛南总感觉里面有些问题 首先现场周围没有任何刹车痕迹 而且车子在撞向石壁前 曾撞到过路边石头 按理说最后的碰撞 不会是发生爆炸才对 由于死者被烧得太彻底 为了确认其身份 小张根据车子发动机号 查到车子注册人是一个叫做黄毛的人 他是一间工厂的主管 两人过去询问情况 黄毛表示 其实那辆车是他老板杨健的 这杨健不是本地人 但很喜欢画画 每周总会抽一天 会去案发那山上写生 而且现在杨健的手机一直联系不上 这么看来遇害的人 很可能就是这杨健 盛南两人刚回警局 谁料还没来得及通知杨健家属 这杨健老婆周丽就不请自来 他是从黄毛那听说杨健可能出了事 盛南之后将他带到了停尸房 当看到尸体的右腿有骨折痕迹 以及牙齿上的蛛牙后 周丽确认死者就是杨健 他开始痛哭起来 但这一举动却引起了一旁盛南的注意 他刚刚注意到 这周丽哭的时候眼神总是闪躲 怀疑这里面可能有问题 于是准备去查查杨健生前的通话记录 看他和谁有过联系 顺便打听一下他和周丽的夫妻关系 通过通话记录 小张发现杨健最后联系的人竟然是那个黄毛 他怀疑此人可能知道些什么 于是他和盛南准备再去找黄毛问话 两人来到黄毛宿舍 过来后发现他人并不在 队屋内环视一圈后 盛南发现角落里竟然放了一瓶 与案发车辆上一样的酒瓶 赶忙让小张藏到头盔里 这是黄毛刚好回来 从口中打听到杨健和周丽夫妻关系挺好 只是周丽做事比较强势 很多生意都是他去谈下来的 最近他还计划把厂里的设备全部更换一下 了解完情况 两人回到警局 盛南根据那个酒瓶判断 杨健有可能是被谋杀的 张队建议他想要查的话 要尽快找到证据 因为周丽今天刚联系他们 想要杨健的死亡证明 很快技术部鉴定完黄毛那里的酒瓶 确认与现场遗留的完全一样 而且这种酒的生产地 只有黄毛老家的小作坊才有 这就说明杨健与害前 很有可能与黄毛喝过酒 然而就在他们去传唤黄毛回来问话时 发现这家伙突然消失不见 两人来到工厂刚好碰到几个混的人 来找黄毛要账 从领头这个叫丧彪的人口中得知 黄毛之前欠了他们90万 他承诺这两天会还钱 谁料现在人却不见了 盛南怀疑黄毛有可能是畏罪潜逃 决定去他老家调查 没想到过来后 在河边找到了正在钓鱼的黄毛 将人带回警局后 质问他这瓶酒是怎么回事 黄毛本想欺骗说是杨健买来放在他这的 可盛南已经去查过 杨健根本就没有买过这种酒 相反在上个月黄毛却在老家收购两箱这种酒 眼看骗不过警员 黄毛开始装起哑巴 不管问他什么 一个字都不愿意说 如果杨健的死和黄毛有关 盛南搞不明白他杀人动机是什么 他们已经查过这两人之间根本没有仇怨 小张突然想到之前那个来催债的上标 黄毛只是个打工的 不可能欠那么多钱 这笔钱说不定和杨健有关 只要查清楚黄毛欠的是什么钱 说不定就会有线索 只是令他们没想到 等再次见到丧彪 他竟然被吓得直接逃跑 双方追逐到一栋烂尾楼 结果丧彪逃跑时没注意踩空 从楼上甩了下去 幸好他指发后没被摔死 松医后很快被抢救过来 等人清醒后 盛南问起他是不是知道杨健怎么死的 丧彪急忙把自己撇干净 还指认黄毛肯定知道内幕 原来在几天前 丧彪就去找过黄毛要账 他当时把人关进狗笼疯狂折磨 黄毛害怕被砍手剁脚 赶忙表示这几天杨健会给他发奖金 那时一定会把钱还上 听到这话 丧彪气得揪起他头发 表示他这个九十万可不是小数目 最近他还在追一笔六千万的债务 而欠债人正是杨健的老婆朱丽 这杨健自己都没钱 怎么可能会给黄毛发奖金 其实丧彪找黄毛还有个原因 就是想问出杨健的下落 当时黄毛为了不被打 自信地表示三天后会把钱全部给他还上 丧彪听后暂时放了他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几天后杨健突然死了 丧彪只是个催债人 他把情况说明后 也说出了杨健和黄毛的债权人是谁 顺着这条线索 警方兵分两路进行调查 当得知杨健夫妻之所以欠六十万 是因为周历的地产公司项目 被叫停亏损这么多钱 为了填补这个窟窿 他们却找鼎盛公司借了六千万 而黄毛借的九十万是用来境外赌博 这么看的话 应该没人希望杨健死亡 如果他死了 这笔钱就会打水漂了 既然这样 那杨健车祸究竟是怎么回事 就在一祸的时候 张队那边接到一起失踪案 失踪的人名叫冯复 他在七天前离家后就再也联系不上 据他家人说 冯复离开时说是去表哥的厂里打工 而他的表哥正是这黄毛 这杨健离其死亡 加上这冯复神秘失踪 张队认为这里面不简单 于是派人却对冯复情况做了详细调查 结果真有重大发现 这冯复有轻微智障 而且右腿小时候受过伤有点瘸 本来冯复一直在乡下做点粗活赚钱 完全没有进场打工的想法 之所以说是找表哥黄毛 是因为上个月 黄毛曾三番五次的来劝他跟自己干 最终冯复被说动离开了家 从那以后就再也联系不上 听到了冯复的特征后 警员注意到 他的体态和死去的杨健有些相似 结合查到的种种线索 张队推测 车祸案的死者很可能不是杨健 而是冯复 为了查明真相 警方之后分成两组调查 一组去紧盯周立看他最近的动向 另一组去提取冯复家人DNA进行鉴定 很快技术部给出报告 经证实死掉的人就是冯复 也就是说这案子从头到尾 都是杨健搞的礼貌还太子 另一组警员去拍道 周立案地里竟和杨健的司机有一腿 此外张队那里也有收获 他了解到杨健在一年前 曾在香港那边买过一份最高额的人身保险 如果他意外死亡就能够获赔7000万元 案件到这里已经很明了了 这其实就是一起自导自演的骗保杀人案 随后警方去将周立和杨健的司机逮捕 同时再次审问黄毛 将骗保的事情说出后 黄毛知道已经瞒不住 只好承认这一切都是杨健策划的 他之前给了黄毛一大笔钱 让他帮忙去找个替死鬼 而黄毛第一时间想到的 就是老家那个智障表弟冯复 如果有一天你碰到突然说要带你赚钱 对你很好的亲戚一定不要搭理 因为对方可能是想要你的命 冯复就是这么倒霉 他和表哥黄毛多年来根本没联系 可有天黄毛突然来找到他 说是要带他去自己厂里赚钱 而且黄毛一听冯复没钱娶媳妇 还直接给他拿了笔钱讨媳妇用 冯复看到这一幕感动得都哭了 然而他并不知道 黄毛请他过去是想让他当个替死鬼 案发那晚冯复还专门打扮了一番来厂里找黄毛 黄毛借口给他接风请他喝酒 偷偷在他的酒里放了安眠药 等冯复睡死过去后 黄毛把人给抬到后门提前备好到车上 接着按照杨剑的指示 他把车给开到山上后 当看到一棵倒地的树后 他就开车撞向了一旁的石壁 然后就和杨剑合伙 把冯复抬到驾驶位上 引爆炸弹把车完全炸毁 营造出自己出车祸死亡的假象 后来杨剑就让周莉去警局认识 另一边周莉也交代了犯罪事实 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哪个司机竟然就是杨剑假扮的 他很不明白警方是怎么发现这车祸有问题的 盛南告诉他是车里的那瓶酒出卖了他 谁酒驾会刻意把喝过的酒瓶放在车里 这不明白这有问题 只能说杨剑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他为了自己的利益 去伤害一个无辜的人 最终会付出应有的代价 女人花枝招展来到宾馆 敲响309房间的房门 可敲了半天屋内一直没人回应 女人最终骂骂咧咧离开 她可是冒着大雨过来接的这单生意 谁曾想隔天一早 这309房间中围满了警察 房间里的男人齿身裸体死在了里面 下体还被割掉 地上流了一大滩血迹 报案人士今早过来打扫的保洁阿姨 刑警老胡接到消息来到现场 从前台口中了解到 死者是昨晚11点多开的房 开房后不久 他就看到有个打扮妖艳的女人过来 但不到五分钟 那女人就离开了 老胡想看下酒店监控 但不巧因为最近进来下雨 监控线路出现问题还没有维修 老胡认为这起案子 与几个月前发生的另外两起命案很像 不过之前那两起命案他却查过 死者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第一名死者是个贪官 他身兼数职利用职务之便 一共敛财几百万 而且还十分好色 死因是被割喉 第二名死者则是菜市场出了名的恶霸 不仅七行霸市收取保护费 还经常上门挑戏梁家妇女 他死的时候身上被捅了多刀 两人死法虽然不同 但与这起命案一样 生殖器同样被割掉 老胡建议张队以连环命案来调查 之后对第三名死者情况进行了解 发现他与前两名死者有一个共同点 他们都很好色 经常出入一些情色场所 这么看凶手是专杀一些极恶好色之徒 就在老胡和张队探讨接下来的调查方向时 警方又一次接到报案 有人在郊外树林中 发现一具双手被反绑的男士 尸体同样下体被割 脑袋上有一个被钝器击打留下的痕迹 由于昨晚下过雨 现场勘测很难找到线索 只发现一组雨鞋留下的鞋印 不过老胡还是很细心的注意到 尸体鞋箭留有很多泥土 他猜测凶手是百人杀害后 拖行到树林进行抛尸 期间还有多次停留 这点说明凶手个头应该不高 力气不大 之后法医进行完尸检 发现这名死者其实是被毒死的 在其胃里还找到了部分氢化物残留 脑袋上的伤口是死后造成 很有可能凶手是为了迷惑警方 张队很快去查明这个死者的身份 发现他是一名老板 与前三名死者一样都喜欢女色 其余并没有任何的共同点 这也是让老胡疑惑的地方 如果凶手是专门猎杀那些好色之徒 那范围可就太大了 目前他们所掌握的证据 完全推断不出凶手行凶的规律是什么 就在案子一筹莫展之际 基督队那边抓获了一名毒贩老孔 竟意外成为了本案的突破口 由于基督队缺乏人手 张队被临时调取搜查这个老孔的住处 没想到这番搜索毒品倒是没找到 却意外发现这老孔家的雨鞋有些不对劲 张队将东西拿回警局让老胡查看 两人都认为老孔这雨鞋 与第四起命案现场所留下的鞋印很相似 于是立刻送去了见证科进行鉴定 同时提审了老孔 让他看了看那几名死者照片 面对询问老孔表示自己一个都不认识 至于家里的雨鞋 他表示自己早就不穿了 问起他家里是否还有别人时 老孔称他还有个妻子叫做彭欢娜 目前在夜总会当陪酒 一听牵扯到命案 老孔吓得表示自己根本就不敢杀人 第四起命案发生时 他正在打麻将 有人能够为他作证 很快技术部那边传来消息 刚刚经过比对 确认老孔家的雨鞋协议 与案发现场遗留的完全吻合 之后警方通过走访 确认老孔案发那晚的确没有作案时间 此时老胡突然想到 凶手每次行凶 貌似都不是直接向人杀害 而第四起命案 更是把尸体给拖行到脚外森林 他突然有了一个猜测 会不会凶手不是男性 而是一个女人 如果这样的话 那就能够解释凶手个头不高 力气降 老胡首先想到的人 就是老孔的妻子彭欢娜 但当警方把人带到审讯室后 彭欢娜面对询问 她十分不配合 老胡想到第三起命案发生时 那个酒店前台 曾看到一个小姐去找过死者 她立刻将人叫来 让她辨认下 那个小姐是不是彭欢娜 结果前台十分肯定不是 由于没有确凿证据 证明彭欢娜和命案有关 警方决定先把人给放了 可就在即将放人的时候 警局再次接到报案 今早有位村民朝小乐回家时 在这条小道上 发现有具男尸被绑在电线杆上 下题同样被人割掉 命案再次发生 这就证明彭欢娜并不是凶手 短短几周时间 接连出现三起命案 老胡和张队脑袋都大了 两人都开始怀疑 是不是他们的侦破方向出了问题 随着这起连环命案影响越来越大 警方开始收到不少社会群众指责 领导十分生气 下达了死命令 让张队和老胡齐心破案 晚上张队将老胡带回家吃饭 想着放松下心情 张队妻子薇薇给两人做了一桌子菜 酒足饭饱后 两人还聊起了家常 薇薇更是拿出了家里的相册给老胡看 实料就在老胡翻看毕业照的时候 突然注意到 薇薇的大学毕业照中 有个女人长得与那个彭欢娜十分相似 经过询问张队才知道 原来自己老婆竟然和那个彭欢娜是同学 据薇薇描述 彭欢娜在大学时十分受欢迎 她不仅人长得漂亮 学习还很好 只可惜就是命不好 她在大三的时候 突然被几个混混拐走 还被那几人进行了轮件 从那以后 彭欢娜就性格大变 开始沉默不语 还时不时崩溃大哭 薇薇之所以知道这件事 是因为有次放学 她看到彭欢娜独自的坐在教室里通空 经过询问后 彭欢娜才把自己的遭遇告诉给她 还说检测出怀了孕 也正是那次过后 薇薇就再也没见过彭欢娜 据说她是办理了退学 后来去了哪儿她就不清楚 在得知这件事后 老胡阴阴感觉 这起命案有可能与彭欢娜的遭遇有关 之后他们去查了下 那几名死者年轻时的事迹 发现这几人如今虽然没有交际 可在十年前 他们基本都是小混混出身 其中两人还在同一片辖区待过 可能很早就认识 紧接着老胡再次提神老孔 询问他是否知道他妻子的遭遇 老孔知道瞒不住 只好如实交代 十年前他曾跟着一个名叫李三的人混 这人虽然比他小一点 但办事十分狠辣 某天晚上李三说自己大哥 被个女的捅了一刀 他决定替大哥报仇 于是随便叫了几个不熟悉的人 去将彭欢娜给绑走 还对他实施了侵害 当时老孔也跟了过去 只不过他并没有参与侵害 就在外面放风 事后老孔总会回想起 彭欢娜当时的求救生 他心里实在过意不去 就在他准备去学校 找彭欢娜道歉的时候 刚好目睹他准备跳河 老孔立刻过去 将人给救下 并承诺以后会照顾他 两人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后来彭欢娜却把肚子里的孩子给打烂 彻底变得堕落 还去当了陪酒小姐 听了老孔的描述 老胡去监狱里找到了那个李三 他因为当年的性侵绑架事件 被判了20年 让他看了看那几名死者的照片 李三认出来 那第二名死掉的恶霸 以及第五名死者 就是当初和他一起去绑架 彭欢娜的婚婚 至于他们为什么要报复彭欢娜 李三现在想起来就十分后悔 原来当年是报复错了人 这彭欢娜一直有一个孪生妹妹 叫做张静 起初他老大就很喜欢张静 有次想强行和张静发生关系 结果却遭到张静拒绝 还被他捅了一刀 李三本来想报复的人 其实是这个张静 得知这个线索后 老胡认为这起连环命案凶手 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张静 为了了解此人情况 他们再次传唤彭欢娜过来 可他依旧是什么也不愿意回答 死不承认自己有个妹妹 没办法 老胡和张队只能去彭欢娜老家调缠 这下终于搞清楚张静是怎么回事 彭欢娜和张静 其实是他们母亲 与村之书偷情生下的孩子 刚好那时处于文革时期 红卫兵不能让他们留在世间 村之书就去替他们求情 最终抱走了一个孩子去城里抚养 刚好村之书老婆不会生育 而这个孩子就是彭欢娜 张静则跟着母亲继续留在村里 随着母亲姓张 等张静十岁的时候 母亲因病去世 她就开始吃百家饭 后来彭之书看张静可怜 也将她给接到了城里 但很快她老婆就发现 这姐妹俩竟然都是村之书的私生子 她因为抚养彭欢娜长大 对她很有感情 可对张静却十分厌恶 于是就把张静给赶出家门 张静为了生存 只好去当了混混 这期间彭欢娜其实一直和妹妹有联系 两人毕竟是亲人 她也很心疼妹妹会帮她很多 谁知道后来阴差阳错之下 彭欢娜被认错成了张静 遭到李三他们的侵害 在得知姐姐的遭遇后 张静就下定决心要为姐姐报仇 那几名受害者中 除了当年侵害彭欢娜的两人外 其他三个都是彭欢娜 在叶总会上班时遇到的那些欺负她的人 她把这些人的命根子都给剁掉拿去喂狗 其实老孔也是张静要报复的对象之一 她知道老孔当初是李三一伙的 所以她就想办法从姐姐那里骗来她家的钥匙 趁老孔不在家时 偷偷去把她雨鞋偷走 传出去行凶 张静做这些事 彭欢娜心里也都清楚 她正是为了包庇这个妹妹 所以之前面对询问 才不向警方透露一个字 案件到这里就结束 警方去逮捕张静时 她表现得极其平静 这场杀戮一旦开始就很难停下 杀害那些人 张静也从来不后悔 两姐妹的命是真苦啊 女人一丝不挂 从满是冰块的浴缸中醒来 她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 只见面前的墙上写了几个红字 女人艰难地从浴缸中爬到镜子前 想要找手机报警 直到这时她才看清 自己的腰部左侧 不知何时被开了个口子 女人用力地呼叫 可整个酒店根本没有人听到 因为楼下正在举办一场婚礼 众人都沉浸在愉悦的氛围里 等婚礼结束 伴娘子清喝的有点多 她执意要自己一个人回家 就在她滴滴撞撞扶着墙离开时 突然注意到 前面有个可疑的女人经过 子清耍酒疯 想过去叫住那女人 结果下一秒 她直接栽进一个没上锁的房间中 紧接着就听到旁边 传来女人哀嚎的求救声 她扭头一看 刚刚那个后摇被开了一刀的女人 正倒在一片血泊中痛苦挣扎 这一幕瞬间把子清吓得是清醒过来 她疯了般地跑到楼下呼救 服务生在了解完情况后 立刻报了警 之后从警方口中 子清了解到 刚刚那个女人是被人挖了肾 在她之前 就已经发生了五起类似案件 不过不同的是 之前的受害者 全部都是活抛开肚子取胜 人当场就死亡 案发地点也都是在受害人自己家 这起案子 如果不是子清误打误撞进了房间 说不定受害者也是凶多吉少 凶手作案手法挺成熟 警方初步怀疑凶手职业与医学有关 子清在知道案子情况后 她突然想起来 在发现受害人之前 曾看到有个可疑女人 在案发房间附近走动 李队调出酒店监控让她辨认 很快子清就在酒店大厅 看到了那个女人的身影 警方根据这条线索却查到 这个女人名叫孙玲 大学时读的就是医学专业 只是还没毕业 她母亲就出了车祸 变成植物人 孙玲无奈只好退学 每天来医院照顾母亲 从条件来看 她的情况有些是和凶手的特征符合的 警方再去将人控制后 子清语在男友伟民陪同下来警局作证 可没想到 就在指认孙玲的时候 她突然情绪激动冲了上来 这一下把在场的人员全都看得愣住 听到伟民的抱歉 子清明白这孙玲说的是真的 对此 伟民解释 孙玲其实是她的学妹 两人大学时就认识 后来孙玲退学后就没怎么联系 直到不久前 她在医院再次看到孙玲 孙玲向她借了些钱用来治疗母亲 伟民不好意思拒绝 后来孙玲为了报答伟民 就请她吃了饭 两人喝多了酒就发生了关系 孙玲表示 她在大学时就对伟民很有好感 那次有了关系之后 她就好奇伟民的女友长什么样 所以案发那天才去了酒店 至于挖肾的案子 她根本就不知情 由于子清和孙玲之间有了感情纠葛 李队再也不会完全听信子清的证词 还开始怀疑她指证孙玲是有私心的 被闹这么一出 子清的心态直接崩了 她本来就患有慢性肾衰竭 这个病让她平日里十分自卑 不仅身材变得非常瘦 嘴里还存在有异味 还时不时会呕吐 因为这个病她和伟民在一起后 就一直没敢和伟民发生过什么关系 这也成了她的心病 而这次在知道伟民和孙玲之间的事情后 子清的心病变得更加严重 她认为伟民背叛了自己 不想再和她有联系 隔天子清和家人在餐厅吃饭 因为这两天的经历让她脾气变得十分暴躁 子清刚对服务员发完标 突然接到孙玲的电话 所有人都在看你 你知不知道 对老人家好一点吗 你看你妈的样子 多尴尬 哦对了 你一口咬定我是凶手 那我什么时候来拿你身后呢 子清明白自己这是被跟踪了 她吓得立刻去到警局报案 可李队听后根本没放在心上 他们最近在调查挖身案已经很累 没心思去管理他们的情感纠葛 可子清认为这件事绝不简单 最后李队只是让人给了子清一个名片 让她之后感觉有危险联系 子清明白警察这边是靠不住了 晚上子清独自开车回家 半路上孙玲再次来电 说是马上就会来挖她的肾 子清一分神不小心和一辆火车发生了碰撞 好在她没有受伤 由于太过恐惧 她主动联系伟民过来帮忙 在一番安慰下 两人终于算是和好 可没想到事情的发展却开始越发诡异 子清晚上睡下后 楼外突然出现一个女人黑影 悄悄进到屋内 她先是割断电话线 然后又却把子清照片放倒 睡梦中的子清突然被外面的高跟鞋声吵醒 可她却使不上一点力气 只能眼睁睁看着女人拿着手术刀来到自己面前 一刀子下去 子清瞬间从睡梦中清醒 她赶忙摸了摸自己后腰 发现没有伤口 可之后她发现楼下的电话线真的被剪断 而且自己照片也被放倒 这些都和梦里的情形一样 最关键的是 她的牙齿竟然掉了一颗 之后子清立刻去到医院 她想找伟民看看自己身体有没有问题 谁料却意外看到 伟民和孙玲又勾搭在了一起 背痛欲绝的子清崩溃的去到酒吧买醉 没想到孙玲竟然跟了过来 还不断的用语言去刺激她 子清一时间接受不了 竟然当场呕吐起来 这么丑陋的一幕被情敌看到 子清赶忙逃走准备开车离开 没曾想刚上车 身后猛的伸出一双手 将她给迷晕了过去 子清被对方拖行到一间冷冻仓库 她明白自己这是碰到真的挖身案凶手 在说出自己患有慢性肾衰结后 整个人就昏了过去 没一会儿 子清便清醒过来 她赶忙摸了摸后腰 发现没有伤口 意识到自己还活着 但令她意外的是 孙玲竟然躺在她身旁 原来昨晚 子清从酒吧离开后 孙玲便跟着她出来 目睹了她被凶手带走 为了救子清 孙玲想办法把凶手给赶走 她的手臂也因此骨折 孙玲表示 她之前之所以恐吓子清 只是出于嫉妒 她也没想过让子清去死 这番话直接把子清给感动到 经历了这件事 子清开始把孙玲 当作好友对待 虽然孙玲对她还是冷冰冰的 但两人的关系逐渐开始拉近 不得不说 这真的是迷之操作 后来两人亲密到 都能一起去上瑜伽课 子清也慢慢了解 一些有关孙玲的事 其实孙玲对待伟民的感情 更多的是感谢 她心里从小就有一个喜欢的人 只是后来长大后 那个男孩突然消失 再也联系不上 她嫉妒子清 因为子清有一个完美的家庭 和爱她的男友 在知道孙玲的过往后 子清开始同情心泛滥 她决定要把孙玲 给当作她最好的朋友 为此还专门将伟民叫来 三个人一起吃了顿饭 表面上几人之间 关系貌似已经解决 但令子清怎么也想不到 就在三人吃饭后 伟民竟然偷偷去到孙玲家中 两人再次发生关系 之后几天 子清开始联系不上孙玲 她以为孙玲是出了什么事 立刻找到她上班的研究所 孙玲看到子清如此担心自己 可能是出于愧疚 她直接坦白 其实自己和伟民 保持着长期的炮友关系 知道真相后的子清 气得给了孙玲一耳光 询问后她才知道 伟民其实对孙玲完全没有感情 两人之间的关系 就像是情色交易差不多 子清因为肾病 不愿和伟民公养 长期得不到释放的伟民 只能通过给孙玲钱 来满足自己 子清刚想打个电话质问伟民 是不是这回事 没想到之前那个挖肾凶手 却给她打来电话 问她要不要花60万 买个健康的肾 子清想到伟民的事情后 她也没有过多考虑 直接答应下来 她也想变得正常 说不定这样 就能够阻止伟民 去外面释放自己 孙玲听后 劝告她这么做是违法的 可子清心意已决 还准备带着孙玲 和自己一起过去交易 两个女人 钻进南侧的厕所隔间 她们将一个包裹 放在门外 接着开始偷听 每一个来上厕所 男人的叙叙声 并偷看每个人 路过那个包裹车的举动 她们这么做的目的 并不是有什么特殊癖好 而是完成一场交易 得了肾病的子清 想从挖肾凶手那里 买走一颗好肾 那个包裹里放的是 她准备的60万现金 这么操作 也是凶手让她做的 没过一会儿 子清和孙玲终于看到 有人拿着个箱子 放在包裹旁 还在那里数钱 等人离开后 子清立刻打开箱子 果然在这里面 看到有颗被冰冻起来的肾 反而凶手从厕所出来后 瞬间就被一群警察给包围 原来子清并不傻 她知道买肾是违法行为 再过来前 就偷偷联系警方 就在警方逮捕凶手的时候 她一个后车步 又重新溜回了厕所 还劫持孙玲 进到隔间做人质 李队见状立刻让人 去请谈判专家 并不断地劝告凶手 别乱来 等谈判专家赶到时 只听隔间里 传来了一声惨叫 地上开始不断有血 开始流出 警员们过去一看 当场愣住 只见凶手此时 已经被孙玲给捅死 隔间里喷剑的 到处都是血迹 事后孙玲已经被吓嗓 她正在警局里 录着口供 突然又接到医院的消息 就在刚刚 她母亲也离世 双重打击下 孙玲直接崩溃 这次孙玲再次帮了子清 两人也重归于行 她决定放弃伟民 以后将孙玲 给当作家人对待 连环挖身案 随着凶手被杀 终于告破 这天伟民在报纸上 看到那名凶手的名字 叫做阿强 而且媒体 还将阿强的身世 全部刊登出来 伟民看后 意识到有些不对 随后她去到一间小学 向老师要来 八十年代毕业的 那些学生合照 一番寻找后 她看到了孙玲和阿强 曾在一个班待过 瞬间明白着 孙玲绝对不简单 她赶忙去把这件事 告诉给子清 可此时子清 已经完全不信任伟民 她心里现在只有孙玲 毕竟伟民之前 做过那么多 对不起她的事 将伟民给赶走后 子清拿出烤好的蛋糕 让孙玲吃 可没想到 孙玲却举起刀 对准了她 并且说出全部真相 原来孙玲之前 一直都在伪装 她说之前 自己那个从小 就喜欢的青梅竹马 其实就是死去的阿强 而且连环歌声案的真凶 也一直都是她 半年前阿强突然找她帮忙 那时孙玲因为母亲得病 也是穷困潦倒 两个被生活压迫的 快活不下去的人 死来想去后 最终他们想到了 挖肾卖钱的方法 阿强主要负责的是 寻找目标 孙玲则是负责挖肾 赚到的钱两人平分 一开始孙玲恐吓子清 是真的想要挖走她的肾 可就在那晚 阿强把人绑走 准备动手时 子清说了自己患有肾衰竭 孙玲就及时更改了计划 她决定将子清 变成他们的买家 于是就让阿强 故意把自己的胳膊弄断 以此来骗取子清的信任 让她一步步的 掉入这个圈套中 这是令孙玲没想到的是 在厕所交易时 子清竟然会偷偷报警 当时她被挟持也是故意的 阿强的死 其实是她自杀 这样做就能够 保住孙玲继续活下去 说完一切后 孙玲害怕的想要逃跑 和刚刚孙玲在她杯子里放了安眠药 子清昏迷后 孙玲没有对她动手 反而回到家中 发现伟民竟然偷偷撬门进来调查她 孙玲也不客气 拿起刀直接戳下了伟民的眼睛 并将她给杀害 等子清醒来时 发现自己被泡在满是冰块的浴室中 孙玲也开始进行最后的取身工作 影片最后 子清清醒后 发现自己躺在医院 而且还被医生告知 有人给她进行了换肾手术 并且很成功 这个人就是孙玲 原来她将子清的肾取出来后 立刻把自己的挖出来 安置在了子清身上 而她自己则是失血过度而亡 对于孙玲来讲 她杀人取肾的目的 就是为了赚钱救母 可现在她母亲已经离世 而且她爱的阿强也不在了 虽然她接近子清 目的是为了赚她的钱 但这段日子里 她是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子清的温柔 孙玲知道自己罪孽深重 所以在最后才决定 用自己的肾来救子清 整个案件就是这样 女人睡梦中突然惊醒 发现身边站着一个 有两幅面孔的红发男人 还没等她呼救 对方便死死将她掐死在床上 事后还剪去一缕死者的头发 更是变态般的抚摸起尸体 这已经是红尘最近发生的第二期命案 与第一期命案相同的是 两名女死者身份都是军嫂 为了防止凶手再次行凶 公安晚上开始加派人手对势力进行巡视 可即便如此 凶手依然我心我素 这晚警员们巡查到红城宾馆时 突然被楼里的医生惨叫吸引过去 警员破门而入 只见桌下藏着一个被吓傻的女人 她身子还留有一大瘫血戒 将人送往医院后 医生表示 女人刚刚受到惊吓已经流产了 目前人还在昏迷当中 女警小林过去查看了这名受害者身上的伤痕 发现与前两名死者相同 女人脖子上有一道很明显的掐痕 不过与之前不同的是 这名受害者身上有很多抵抗伤 说明案发时 她有奋力的反抗 正因如此才保住了一条命 由于命案不断的发生 警方没有找到一点线索 坊间开始有传闻说是凶手是一个红毛鬼 专门猎杀解放军的妻子 事情越闹越大 直接惊动上级领导 警员们却对最新案发现场进行勘测 唯一发现有用的线索只有几组脚印 领导听后 让他们去请一个外号神眼的马宗专家老马过来帮忙 此人是个放羊的大爷 但有个很厉害的本事 能够分辨任何人或者动物的脚印 警员却将老马请到案发现场 在仔细观摩地上的脚印后 老马断定凶手身高六尺 步子轻跑得很快 重要的是步子迈的还很长 看上去不像是人 当然也不会是民间传闻的鬼怪 之后几人离开宾馆准备回警局 没想到刚出门 老马就注意到 面前一个推车经过的拉菜伙计 看着此人走路的形态 老马向周围人打听 得知此人名叫许大林 是附近蔬菜公司的宋菜公 老马一听大喊到凶手就是他 警员立刻冲上去 将人给控制住带走 随后林科长带着许大林的照片来到医院 询问受害人那晚看到的是不是此人 可受害人此时精神还不稳定 非说那晚看到的就是鬼 穿着一身白衣还是红头发 关键是有两张脸 眼看问不出什么 林科长只好去走访许大林的熟人 可众人对他的评价都是老实本分 从没见过他做过什么坏事 蔬菜公司的领导还为其作证 说是案发当晚许大林正和他们一起喝喜酒 根本没有作案时间 经过一番排查后 林科长也十分怀疑会不会是老马搞错了 此人因为没有证据 警方只好先把人给放了 可老马依旧认定 许大林就是出现在红城宾馆的凶手 建议让警员继续盯着他 而且凶手的目标一直是军嫂 那么他肯定还会对在外住宿的军嫂动手 晚上警方继续加配人手 轮流守在宾馆附近 老马为了证实自己推断没错也跟了过来 等到了半夜 那个红毛鬼果然再次出现 警员开始全力进行追捕 然而在过程中 年纪过大的老马调了队 他刚想去寻找大部队 没想到此时 那红毛鬼竟然出现在他身边 老马也亲眼目睹了 这家伙长着两张脸 瞬间被吓得不敢动弹 老马摔倒后 红毛鬼抢走了他手里的信号枪 并发射出去将警员给引来 等众人赶到后 老马把刚刚经过描述了一遍 还让警员保护信号枪上的指纹 事后林克长让老马之后 不用再参加这种抓捕行动 还建议让他先休养几天 根据这几天的调查 警员建军有一个发现 他注意到这几名受害者 身高体型甚至长相都有点相似 他怀疑凶手可能是和这类女生 有个什么矛盾 又或者情感纠葛 而且对方身份一定是军嫂 他建议可以去排查下军人的老婆 由于临警国庆 上级领导下了死命令 让他们务必在国庆前将凶手抓到 为此还给警局配了一条警犬 有了警犬协助 林克长定制了一个 引蛇出动的计划 两位女警主动请婴当幼儿 隔天他们就进行伪装 分别住进了不同的宾馆 果不其然到了晚上 红毛鬼真的陷身 他来到了其中的一家宾馆 趁前台睡着时偷偷跑上楼 溜进了一名女同志的房间 然而此时 建军就在屋里守着 就在红毛鬼即将进来时 他察觉到不对 转身立刻跳窗逃跑 听到有动静 警员立刻放出警犬追踪 可奇怪的是 就在警犬追进一处胡同后 那红毛鬼就像是提前知道 有警犬似的 在路上丢了一瓶中药 来掩盖气味 凶手再次溜走 警员很不明白 凶手是怎么知道有警犬的 就在这时宾馆内 突然传出一声枪响 等林科长赶到时 已经晚了 凶手在一众警员眼皮底下 竟然将伪装成 君嫂的女警给杀害 看着同事的尸体 林科长十分的自责 隔天深夜老马 听说有女同事牺牲 他告诉建军 凶手肯定是之前那个徐大林 建军听后心里十分恼火 认为老马就是在瞎胡扯 还让老马拿出证据 眼看没人信他 老马气得去外面透气 谁知道没过一会儿 医院那边竟传来消息 说是红毛鬼抓到了 原来就在刚刚 保护受害者的警员 在病房里发现有个陌生人影 等将人围堵起来后 才意识到 这家伙就是他们 一直寻找的红毛鬼 他过来是想再次加害受害者 卸下伪装后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红毛鬼竟真的是那徐大林 而且面对询问 徐大林承认了自己杀人的罪行 可就在林科长 准备将人送去看牙时 老马突然出现 他看着徐大林走路的姿势 有些不对 让他去一旁的沙地上 跑几圈 在看到徐大林留下的脚印后 老马脸色黑了下来 你不是红毛鬼 老马 你开始认识徐大林 这是红毛鬼 现在咱们也不去啦 老马 明天就是十一过庆了 你说这话 可是要负责任呢 责任我不知道咋负 我就觉得他不是红毛鬼 这里不是你们公社 你不能随便提发事实 什么事实不是事实啊 我就觉得他不是红毛鬼嘛 拿出证据来 拿不出证据 就别打这胡闹 对打又打 为了让他们相信自己说的话 老马拿出之前 踏印出来的鞋印 他告诉建军 之前断定徐大林是凶手 是因为宾馆现场留下的鞋印 前脚掌和后脚跟是断开的 足弓那里是空的 这样的人跑得比平常人都快 而许大林因为常年骑车送菜 鞋底会磨得很薄 留下的鞋印也会很明显 那天他在宾馆外一看到许大林 就注意到他这脚很搁路 意思就是他的脚弓很弯 平常走路中间部分 不怎么贴近地面 而刚刚那个人的脚 以及走路的习惯 根本和案发宾馆的不一样 反倒与那天晚上吓到老马的红毛鬼有些相似 至于这是怎么回事 老马目前也没想明白 他清楚脚印就和指纹一样 每个人都不相同 但许大林这种情况他也是第一次见 难道说他能转变走路方式不成 还是说这赤上有两个许大林 为了搞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 老马决定去查查那红毛鬼的老窝 之后他顺着昨晚红毛鬼逃跑的路线 寻找相同的脚印 一路上来到了一个破旧的小楼里面 这里放置了很多红色的头发 以及一些假面具 此外还放置了一个灵位 王者叫做徐百川 就在建军让人去调查徐百川的情况时 警局中突然来了一个双面人 我就是红毛鬼 此人与之前被捕的许大林长得一模一样 之后通过调查终于搞清楚 那个徐百川其实就是徐大林的父亲 此人之前是名罕见 后来日本投降后 他侥幸活了下来 开始当起了土匪 直到1948年才被解放军击毙 当年他妻子生过一对双胞胎 一个叫做徐大林 另一个叫做徐二林 徐百川死后 两兄弟就被分开 据说徐二林被一个鞋匠给买走 当了义子 而徐大林则是一直待在一家孤儿院中 平常没事就在里面干活 后来民政局让他们两兄弟相认 从那以后两人来往 就开始变得十分密切 直到几年前 徐大林才过来红城 开始送蔬菜 所以这里几乎没人知道 他还有一个双胞胎弟弟 由此来看 第三起凶案发生时 徐大林的不在场证明 应该是他弟弟帮忙完成的 难不成是两人协同作案 可当问起两人是谁杀的人时 他们兄弟俩表示是自己杀的 口供几乎一模一样 问起他们作案动机 都是因为年轻时与一个小梅的女孩相恋 就在他们即将结婚时 小梅竟然将她抛弃 突然跟着一个当兵的跑乱 徐大林过来红城工作 就是打听到小梅的男人在这里当兵 便认为小梅也在这 他想要报仇 可一番寻找后 始终找不到小梅身影 随着内心仇恨越来越大 徐大林心里开始扭曲 认为那些君嫂都不是好人 必须消灭掉 于是开始借着送蔡的名义挑选目标 然后等晚上专门打扮一番去杀人 两人的说辞完全一样 警员明白他们是想袒护对方 为了辨认谁才是真的凶手 建军请老马来辨认 当场看了两人的协议后 老马认定后来的那个才是真的徐大林 而一开始被抓的是徐二林 那晚故意吓老马的也是他 被分辨出来后 兄弟俩只能认灾 其实徐二林一开始并不知道哥哥杀人 他也是偶然间发现的 后来他看哥哥无法回头 就想着帮他躲避警方的追捕 那晚躲避警犬的人也是徐二林 他之所以知道警犬 是因为那天老马去休闲时 他在和别人闲聊时无意中提到了 警员会去找一条狗来帮忙破案 徐二林听后本想着那晚擅自行动 把警方注意吸引到自己身上 可没想到徐大林竟知道此事 于是他就趁警员们去追捕弟弟时 去到宾馆将那名女警杀害 后来徐二林为了保住哥哥 就故意去医院暴露自己 想要误导警方 案件最后 徐大林因为杀人罪被判处枪决 而徐二林则是在监狱服刑五年 出来后养无音讯 这天村里一个哑巴跑到一处洞口夺雨 没曾想一进来就看到 这洞里竟然躺着一具新鲜的男尸 他吓得立马跑去奋斗大队 汇报这个情况 隔天这处洞口外围满了人群 公安接到报案后 派出马宗专家老马来调查此案 经过了解 案发的洞穴好像是一座古墓 洞口应该是被人偷到后留下的 老马带人从侧面的土洞 进到这处墓中勘测 据大队队长老赵介绍 死者是村里一项老师的韩伟 老马用手电扫了扫现场的地面 确认一共有七个人进到过这个墓室 尸体旁有一些烧掉的纸钱 应该是那些盗墓贼 自欺欺人烧的 法医经过初步检测 确认尸表没有外伤 疑似是中毒死亡 具体情况还需要进一步尸检 老马了解完 观察了下外面的那些围观群众 突然发现一个小伙的鞋子 与墓室里留下的脚印相同 老赵眼看误会急忙解释 这小伙就是一开始发现尸体的哑巴 就在这时 老马的肚子突然开始疼了起来 老赵立刻叫来村里的杨医生给他看病 经过诊断 原来是老马早上吃的太多撑的 恢复过来后 老马便开始分析案情 他刚刚就注意到 那墓室里的脚印擦痕都很轻 只有一个印痕较重 老马认为这个脚印主人身子骨很寒 年龄大概是个中年男人 而且离开时带的有很重的东西 应该是墓里面的宝贝 现在他们只要寻出这个人 就可以顺藤摸瓜 了解死者死亡的真相 这是那个杨医生过来给老马送药 老马再看到他的脚后 脸色凝重起来 小杨大夫 你进过古墓里边 进没进去过 进了 是赵队长让我去看看 人还能不能救过来 是啊 是我让他进去的 你当时就走到 尸首的旁边 没往里边走 紧接着老马通知老赵 让他明早组织社员开会 重点排查25到45岁的壮劳力 隔天老赵按照老马要求 召集来了几十个符合条件的社员 谁料刚站好队 一旁老马就让他们回去 就在刚刚过来的时候 老马已经观察过他们的走路姿势 确定这里面没有他们要找的人 老马怀疑应该是还有人没有过来 让老赵再确认一下 翻看了一遍名单之后 老赵这才注意到村里的张志刚没来 之后他带着老马两人登门拜访 过来后发现他家门没锁 等进到屋里几个人直接愣住 直接张志刚脸色铁青 早就死在床上 老马立刻对周遭环境进行勘缠 注意到房屋旁边的墙面上 有很明显的灯痕 而且穿的鞋子还是张志刚的 看样子凶手很清楚 老马会马宗之法 故意留下这些印记迷惑他们的 这说明对方有很强的反侦察意识 很快法医那边给出事件结果 可以确认墓室里的死者 韩维是死于一氧化碳中毒 墓室里空气稀薄 盗墓者还燃烧之前耗尽了金牛的氧气 韩维的同伙应该是及时逃走 才幸免于难 也就是说韩维是死于意外 但张志刚却不同 他的死是人为的 死亡时间是在昨晚的11点左右 法医在尸体鼻子里发现了黄色纤维状物体 经鉴定是烧纸用的黄表纸 而且还在上面检测到了乙迷 凶手应该是沾湿了黄表纸后 将其盖在了张志刚的脸上 将其闷死 因为乙迷是处方药 公安之后顺着这条线索去调查 可结果却一无所获 现在可以确定张志刚就是盗墓者之一 可奇怪的是老马之前刚确定出来他的体貌特征 他人就被杀害 领导怀疑是有人提前知道了老马查出了张志刚 这个人究竟会是谁 为了尽快找到线索之后 老马带着徒弟开始在张志刚家附近 调查那个翻墙之人 所幸张志刚家住的比较偏远 附近没什么村民走动 很快他们就找到一组符合条件的族业 更是在一堆麻粪蛋上找到了线索 这麻粪蛋啊让人踩了 第一天呢表面变干 等第二天呢 它周边呢就有点翘起来裂起来 三天头上在里边这个草就变白了 说根据麻粪蛋的颜色来判断作案时间啊 对 那根据这个脚印 就是说闷死张志刚的那个瘦子 昨天后半也来过这儿 没错 两人顺着这个痕迹 一路追踪到了一个寒洞 在这里他们发现了一具瘦小的男尸 根据调查死者叫做毛二贵 这人是村里出了名的酒鬼 因为身子骨瘦弱干活不太行 上次排查壮牢历史就没叫他 案子未破又死了一个人 现在能够确定的是 这毛二贵就是张志刚家那个翻墙之人 可奇怪的是 如果是毛二贵杀害了张志刚 那么他又是怎么死在这里的 法医之后对毛二贵进行尸检 结果令众人都想不到 毛二贵的死不是他杀了自己的酒 把自己喝死的 老马验证过这毛二贵也是进到过 牧师里的几人之一 现在出现在牧师里的七组脚印 除掉报案的哑巴 以及曾去到现场救人的杨医生 和队长老丈 剩下的四个人已经死了三个 韩伟是意外死亡 而张志刚的死和毛二贵脱不开关系 结果他们刚查到毛二贵这儿 他却碰巧喝酒喝死 这怎么看都有问题 警员怀疑剩下的那个盗墓贼 为了撕吞那些财宝 设计将铜火给杀害 当务之急是尽快找到 剩下的那个人是谁 由于案发的韩栋梨 除了毛二贵的邪印外 并未找到任何踪迹 为了找到新的线索 此日老马带着徒弟 去到毛二贵家调查 过来后发现 附近的路面被人给清扫过 任何痕迹都没留下 不过老马却十分高兴 这情况恰恰说明 被清扫过的地方 就是嫌疑人经过的地方 根据这个痕迹 老马一路追踪到了河边 他一不留神 踩空摔到了河里 幸亏杨医生路过 给他救了上来 老马十分感激 杨医生的救命之恩 虽然他险些丢了性命 但好在他在河边 找到了可疑脚印 根据印痕老马分析 这个人患有肝病 走路时身体会向右倾斜 只可惜这脚印到河边后 就消失不见 得不到更多线索 为了确认这个鞋印 是否和剩下的 那个盗墓贼吻合 晚上老马和徒弟 重回墓穴进行比对 谁料中途 有个黑营鬼鬼祟祟 也来到了这里 对方在注意到 老马两人后立刻逃跑 老马并未追出去 他已经知道了 对方是谁 隔天老马向领导 刚说完这情况 村里的王寡妇 主动来找老马 向他透露 那队长老赵 前几日喝多酒 曾说过 他那里有金腰带 而昨晚去墓室的黑营 就是这个老赵 徒弟在得知这件事后 准备申请立刻抓人 但领导下令 他们目前没有 直接证据不好动手 只能伺机而动 之后徒弟 按照老马要求 开始在村里 打听谁有肝病 很快便问出 生产二队的张魁 有这个病好多年 路过的老赵 听到这时候 神情表现得有些紧张 没多久 村里再次传出 死人的消息 而这名死者 正是公安要找的张魁 他以一种诡异的姿势 吊死在了床上 看上去像是畏罪自杀 尸体旁 还有一袋墓穴里的宝物 经老马鉴定 张魁的确与墓穴中 剩下的那组脚印吻合 怎料领导 在得到这个消息后 直接宣布案件告破 这举动让老马 他们很不能理解 等从现场离开后 领导才向老马 他们解释 刚刚 他是在释放烟雾弹 法医经过检测 张魁根本不是自杀 他是死后 被人吊了起来 此外 领导还从考古 专家口中得知 那个墓 是辽景宗 耶律贤妹妹的墓 根据辽带的墓葬习惯 这种权贵族人下葬 都会戴一个纯金面具 可他们在张魁家 发现的那袋文物中 并未发现这个金面具 也就是说 幕后真凶 将这个面具 给藏了起来 结合之前 王寡夫透露的情况 目前来看 那个队长老赵 有很大嫌疑 之后领导 借着处理案件 后续为由 重返了案发的村子 没想到过来后就碰到 老赵在王寡夫家门口 窃窃私娱 离开时 还给他手里塞了个东西 更是把他家门口 之后王寡夫在看清 老赵给的东西后 立刻将东西 主动上交给公安 原来老赵给他的是 一个金戒指 王寡夫认为 这东西来历不正 这村里是什么条件 警员自然是很清楚 老赵虽然是队长 生活条件不差 但还不足以 去买这么一个金戒指 之后警员立刻 去将老赵传还过来 面对质疑老赵只好交代 原来他一直和 那个王寡夫悠然 之前王寡夫说 想要搞些硬通货 可他实在是拿不出什么 碰巧那天 哑巴夺鱼 发现尸体 他知道后就赶了过去 发现这案发地 是座古墓 还在死去的 韩伟身上 发现些宝贝 于是便将这些东西 带了回来 才报的案 后来他还不满足 就想着重返墓穴 看看有没有宝贝 没想到过去后 刚好碰到老马 和徒弟在里面 领导在听了 他的交代后 竟然直接把他给放了 在知道老赵有嫌疑后 领导已经去让人查过 他在案发那几日的行纵 可以确定 每次案发 老赵都有充分的 不在场证明 而且他也不知道 金面具的事情 那么究竟是谁 杀害了张魁 拿走了那个金面具 隔天 老马重新回到 留有张魁鞋印的核对案 果然在这里 找到了几组 已经被冻成块的鞋印 他以为这是张魁的 但经过查看后 发现并不是 而且从深浅程度来看 此人非常的重 起码快300斤 村子里绝对 没有这种体格的人 那就奇怪了 张魁的鞋印为何会突然消失不见 回去后 老马怎么也想不明白 河边鞋印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时 之前救他一命的杨医生找来 询问老马最近身体状况如何 两人相谈甚欢 可就在杨医生离开的时候 老马看着他的步伐 仿佛想到了什么 之后再次回到那个河边 他记起来 当初自己落水时 杨医生背他回诊所的场景 立马明白过来 张魁的脚印之所以会在河边消失 是因为他从水里去到河对岸后 那里有个人在接应他 最后离开时是那个人背着他离开的 所以脚印才会很深 而和张魁同谋的人正是那位杨医生 老马之后去找到杨医生 看了看他的鞋子 确认了心中的猜想 紧接着便开始劝他去自首 杨医生眼看暴露之后坦白 他其实从头到尾都是被迫的 到末的那天晚上 韩伟突然昏倒在墓里没了呼吸 其余三个人为了救他 立刻去村里将杨医生叫来 但可惜等他们回来时 韩伟已经没了呼吸 杨医生过来后立刻明白过来 他们这是在盗墓 本来他想着去报案 但剩下三个人为了封住他的嘴 就专门把墓里的金面具给了杨医生 以此来堵住他的嘴 杨医生的父亲本就是一位考古学家 他对这些东西有些了解 在得到金面具后 他就渐渐的迷恋上这东西 错过了最佳的报案时间 之后韩伟的尸体被发现 张魁作为盗墓的头子 他就想趁此机会来独吞这些财宝 于是便去找到杨医生 威胁他给自己开一些迷药 他准备去蛊惑毛二贵去杀了张志刚 然后再去灭掉毛二贵 杨医生知道 自己在拿到金面具的那一刻 已经是他们的同伙了 为了保住自己 他就利用化学知识 自己提取了一些乙迷给张魁 之后毛二贵就听信了张魁的话 过去将张志刚给杀害 事后张魁利用毛二贵身不好 还爱喝酒这点事 开始疯狂给他灌酒 最终害死了毛二贵 为了隐藏自己行踪 他就将自己的脚印进行了清扫 还让杨医生到河边支援自己 杨医生很清楚 自己如果不动手 接下了张魁会把他也给杀了 于是那天晚上 他在张魁的干药里 放了些刺激他干病的药物 将人给弄死 伪装成自杀 交代完案件全部经过后 杨医生上交了那幅金面具 主动向公安自首 最后老马也向同事们解释了 为什么能够注意到杨医生 在生活里右肩上 总是背一个箱子 走路时身子习惯了向左外 日子长了 他的右腿也习惯了这个走法 这回虽然他是背着个大活人 但是他走路的这个步伐 是不会变的呀 对呀 这身体啊 向左侧倾斜 那左脚呢 自然就得向外扩展 右腿就得跟着往里收 步子也会变短 两只脚向左侧甩土 哎 我不是时计计业的 也会变短 mesh